以色列對加薩地區哈馬斯 據點日以激烈的轟炸 但是哈馬斯的軍火庫還沒耗盡 高調發射遠程導彈 襲擊以色列南部港口度假 城市埃拉特 特阿維夫南部城市遭飛彈碎片 襲擊造成私人受傷 這也一再提醒各界 為何以國必須殲滅哈馬斯 以色列軍方也公布 十月七號恐攻當時未曝光過的影片 以色列翠鳥特種部隊殲滅哈馬斯分子 成功營救其部資貝里村倖存的居民 並公開以軍在昨天在奇津地區 成功拘殺兩名 企圖滲透的哈馬斯水鬼影像 這三提醒全世界 以色列從地表產出哈馬斯的必要性 現在傳出為了讓美國在伊拉克 敘利亞 科威特 約旦沙國和阿聯 加強飛彈防空系統的部署 一個官方同意暫緩地面戰的發動 但是緩戰不是停火 不是停戰 加薩的人道災難繼續擴大 到目前能運進加薩的物資 不到戰前日程所需的百分之一 而且最重要的燃料匮乏 加薩地區醫院幾乎全面癱瘓 勒時會表示遭遇以色列圍困 轟炸的百萬加薩孩童 已經面對餓死的危機 在新聞綜合報導